胰胀癌虽然并不常见 但一旦找上门来就难以治愈 许多胰胀癌的可能症状会与其他疾病重复 同时早期的胰胀癌不一定会有症状或症状 所以胰胀癌被发现时常常已是晚期 平常我们会跟病人告诫 就是抽烟喝酒是造成胰胀癌的主因 尤其是两个都加成的时候风险更高 它表现出来的症状通常就是黄胆会最明显 体重减轻、背痛、护泻这些 通常黄胆会容易提醒病人能够找到医生去治疗 但是其他的像背痛、肚子痛、护泻、体重减轻 这些常常被病人就忽视了 所以这个为什么在胰胀癌的治疗上面都会比较 诊断上面会比较慢 这个是胰胀癌的诊断跟治疗上面的困境 那目前在治疗上面我们会有一定的流程 透过我们的电脑断层或者核实共振摄影 我们会先把病人区分成可以做手术 或者不能做手术 或者介于中间 那可以做手术的病人 我们就直接就做手术了 那手术完了之后呢 需要再做辅助性的治疗 那至于介于中间的呢 我们会有所谓的三明治的疗法 会先做化学治疗 然后手术 然后再做辅助性的化疗 那不能手术的病人 通常所谓的转移性的这个胰胀癌 我们就以化疗 或者其他的像标靶治疗 或者免疫治疗为主 当胰胀癌出现症状时 近八成已经是无法进行手术的状态了 如果是出现腹痛、背痛、食欲不振 黄胆、核色尿、发烧等症状 透过胃镜检查而没有任何异常时 便能怀疑是胰胀或胆道出现异常 需要就医、进一步检查 十方新闻记者赖玉荣台北采访报道